可以把这个工作表备份一个 要怎么备份最快 你Ctrl 键按住再加拖拉 拖拉加Ctrl 键 这样就一个了 Ctrl 键按住有什么 拖拉加...这样最快 等于是复制一个工作表 然后再来你就练习 练习的话就是 在这边增加一个住宅切到的下载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原来它的状况会是这样子 我这个假设改回来 它这边有位置会改变 比如说我这边执行 它一样会去下载 然后一样会插入总共有三个栏位 可是最后你会发现 按钮不见了 为什么 按钮跑到哪里去了 因为有插入三栏 所以它变成 它会被挤到右边去了 所以假如说 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你可以先按右键 先选一个之后 再点旁边一下 再Ctrl 键 再把它移回来 不过你想说 老师那很麻烦 每次 是不是说我下载完之后 它就挤过去 那我再把它移回来 那不是很累吗 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它固定不动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以后 假如会有插入栏动作 然后你不需要 你的按钮会被挤到右边去的话 只需要设定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直接按右键 这边有个叫做物件格式 然后里面有个叫灾药资讯 它点过来 灾药资讯里面 预设是什么 大小位置 随除存格而变 那如果说你不要变的话 应该选哪一个 有没有 最下面这个 大小位置不随 除存格改变 你的意思是说 反正你变你的 我还是在那边 我就不要动 不动如山 有没有 这样的话OK 按确定 这样子再试一次 按下它 有没有 清除 你插入栏栏 跟我没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 它就一二三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还蛮好玩的 然后再来你就是 再把公司丢进来 有没有 再清除 不过这个年我没做 所以请各位自己补一下 应该会 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然后清除 一样 这个路接到这边 一样只有这里 年也没有 所以这个请自行再补一下 那如果补完之后的话 这个其实就已经是 蛮完整的一个 算是一个简单的专题了 那后面甚至 不过当然我们没有再连结 那个枢纽分析表 如果枢纽分析表后面 也可以自动按下去 你要产生那个 年的折线图 有没有 或者是你要产生 区的直条图 产生路接到的那些 那其实后面你可以用什么方法 你可以用路字句集 刚刚不是我们插入枢纽分析表吗 你可以把它录下来 然后再去分析一下里面的程式 不过 可能会有一些些小问题 不过之后有时 你们先试试看 那如果大家遇到问题 我们就来讨论好了 不然的话如果 当然这个好处就是 以后多个按钮 马上就有东西出来 多个按钮就有东西出来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这个事情每天你都要做的话 那你会变成说哇很有趣 以后按按钮 事情就搞定了 多好啊 你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对不对 你如果资料都在云 都在那个开放资料 或者在网路上的话 按一下 然后后面再按一下 按一下 资料就OK了 这感觉也还蛮好 而且蛮有成就感的 而且都自己写的 对不对 那你也考虑 大家也不要让老板知道说 哇你这么厉害 什么都OK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老板就不会说 一直盯着你 要你给东西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刚刚主要就是 在增加这个地方 按右键 这个物键格式 这边可以改成就是 大小位置不随出真格改变 OK 那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大概 时间也差不多 不然今天的话就 先讲到 下一次上课 我们就要再往前推进了 再来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再来看 有关逻辑 逻辑今天有讲到一些 所以 再来也许我们就先看 日期与时间函数 的那个部分 那 再来就是统计类的 检视 查询类的 相关的范例 所以请各位 回去有时间的话 还是就是多把 今天所讲的 多多练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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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